啦啦啦,我是蔡小鸟 进入赛季最后一个月了 小鸟为小伙伴们特地准备了排位赛系列视频 主要讲解排位赛的强势英雄 教大家怎么从钻石上王者 昨天我和小伙伴五排胜率还不错呢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阿柯 我们五排车都有新一二的 段位跨度比较大 前两局我选了把握比较大的阿柯 阿柯是现阶段当人不让的T1打野 有隐身,有回血,有突进 他的灵魂技能是被动 只要在敌人身后发起的攻击必定暴击 包括一二技能和普攻 不过他的初始暴击伤害只有125% 比猴子都低呢 每1%的暴击率可以提高0.5%的暴击伤害 所以阿柯明文和装备 选择优先级是暴击伤害大于暴击率 大于护甲穿透和攻击 所以,明文必须是无双蓝色全弹狩猎 或者是三个夺萃七个狩猎 我的出装顺序是 群手立斧,吉普直靴,无尽战刃 暗影战斧,破军,不死鸟之野 这里注意,打野刀不要升级到巨人之卧 你隐身是烫到敌人 可是会被人看到的 小伙伴们玩阿柯 必须要注意进场时机和敌人的身位 这个比较抽象 多多练习就好,熟能生巧 第二个是赵云 之前小鸟说过,赵云比较吃资源 尤其是需要蓝buff 所以打野比较好 相较于阿柯,赵云的刷野速度就慢多了 他强的地方便使他更肉 有控制 许多主播玩赵云的时候都出纯书出装 其实多数都是钻石新药局 他们用荣耀的实力来虐不到王者的玩家 节目效果是很好 不过有点误导观众 玩纯书出的赵云还不如直接玩刺客或者是射手打野呢 伤害更高 所以建议大家玩半肉的 明文大百川 装备出巨人之卧 抵抗之靴 暗影战斧 冰痕之卧 魔女斗篷 不祥征兆 就算出半肉赵云秒后排也是亲而易举 打前排这种事就交给队友来干吧 自己杀了后排能全身而退 就是对团队最大的贡献了 好了,今天的第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稍后会有第二期视频 小伙伴们想看什么英雄排位下的玩法 都可以给小鸟留言 喜欢视频 记得关注菜小鸟上分指南哦 么么哒